請大家先進到我們這個 就是您手上那個 講義 在這裡 有一個協奏平台 進去之後您就會找到 我們所有的資料 我從102年到 今年的全部資料都放在上面了 所以你要找 都可以找到 OK 那麼您從這個地方進來 就會進到我們OneNote的這個群組裡面 這個 你就按一下加入就可以 按一下加入 那他會 如果說您還沒有註冊帳號的話 他會請您先註冊一個帳號 好,請您註冊帳號之後就OK 那麼 在這裡呢 您如果 進到OneNote裡面 您也可以從這個地方 在發現裡面的群組 好,發現裡面的群組 按一下 只要是發現這個選單裡面的這些都公開的 都公開的 所以 你看到我這三天 都在這裡 哈哈 禮拜三去花蓮 然後昨天在草屯 OK 所以你就點進去 那一樣的 就會進到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 這個網址 進去這邊 那你按一下加入就可以了 所以麻煩大家呢 您先進到我們的 教學現場 OK 這邊呢 我們還有準備一個這個 SIDO的即時問答 那這個現在也蠻紅的 蠻多人用的 您可以用手機也可以 或者您用 電腦的 就直接打開 就OK 那麼打開之後呢 會有這個畫面 會有像這樣這個畫面 所以如果你要提問的話 就在這邊輸入你的問題就可以了 我看到就會馬上回復給你 所以我會把它擺在旁邊 好 OK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個Focus Guide 其實 我有發現 其實 不管 怎麼樣 就是那種簡報的需求 其實大家都還蠻高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現在 平常 你想想看 你有用的簡報軟體 應該就那麼唯一一個吧 從小時候養到大就那麼一個 所以你都對他很忠誠 有沒有 可是 其實呢 我們簡報工具實在很多 那我們往下走 先稍微看一下 給您看看 像這一個 像這樣子的簡報方式 好 你看眼睛來 好我先通 好這裡 有沒有 一樣可以有動畫 然後呢 你可以繼續往下走 好像這是我之前的 有沒有 跟 平常你用什麼 用Powpoint的 感覺有沒有比較不一樣一點 對不對 因為不一定每次都要用Powpoint啊 我們可以有很多選擇 好那像下面這個呢也是 這個 像這樣子 他可以做什麼 Room-in-run-out Room-in-run-out的部分 也很方便 那你也可以隨時 就是 您自行看 你要看哪裡 你就點兩架 他就進去了 這個跟Powpoint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可是呢 這個概念呢 其實跟我們有一個很像 所以我們今天 除了介紹這一個軟體以外 我們還要介紹一個 新制度的軟體 給大家 因為其實說真的 做簡報最重要的 這個是外工 內工的話 就是要靠你的創意 你的思考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你們再往下看 這些 我也相信 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範本 好像大家都比較沒有看過 對吧 你不覺得 微軟每次有推出一個新的 Office版本 多多少少 會有一些什麼 是不是會有一些新的範本出來 那 大家就會想要用一下嘛 因為從小用到大 你第一頁出來大家就知道你用哪一個範本 對不對 那 這些範本呢 其實你剛剛所看到的那些其實都是他Focus在裡面他內建的 所以我們待會兒你會看到有很多 那另外下面這個呢 很抱歉 這個就不是Focus在 這個 跟各位 用Powpoint比較像的 這是Google簡報 但是Google簡報也可以做得 蠻好玩的啊 你看像這樣子 切換的方式 這個就跟我們的 那個 Powpoint比較不一樣 有沒有 也可以這樣切換啊 不一定 一定要很自視嘛 所以 這個是另外一種的 那 還有沒有別的 有 還有別的 所以呢 待會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您現在看到的是在最新消息 這裡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任務裡面 任務裡面呢 才是我們真正資料放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面 有沒有看到 這個 點一下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其他的 好就可以看到其他的 那 在這裡呢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還有別的 像微軟 其實也有一個 Swave 有沒有同學 看過過 看一下用過 有嗎 你如果一般 登錄那個 MSN 就是線上的時候 它會有 但是我昨天進去的時候 發現它很移調 哈哈哈 其實微軟字也有發現啦 就是 PowerPoint雖然很方便 可是 畢竟 用了 那麼久 以同學的年齡來講 你至少用了十幾年 以老師的年齡來講 最沒有用了三十年 哈哈哈 可是從以前到現在 真的沒有太大改變 對不對 就它改變就是比較單純的 那 這邊呢 也是一個 它也做成一個 線上 所以你也可以像這樣 你看我們在這邊 進來 好這是標題頁 你如果有照片 可以像這樣子 然後呢 如果呢 這個 沒有出來 圖片還沒出來 有出來了 大張的也OK 另外 這個 還有 統計圖 也就是說就像PowerPoint一樣 你可以把統計圖調進來 另外呢 這一個 應該算是它的特點 使用前使用後 有沒有 這個我就覺得蠻不錯的 因為其實它用的這個功能 事實上就是很多 我們在製作網頁的時候 會用到的叫什麼 JQuery的這種 效果 所以 很方便的 你可以比較前後之間的差異 這個我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另外呢 當然 它在裡面可不可以放影片 也可以 就可以直接播放 就可以直接播放 所以 其實這個是 在slide裡面 它 就是那個 Swift裡面比較特殊 這個也是它的特色 您所看到這個 這叫像 圖片堆 按一下 有沒有放到後面去 其實這些都是 所謂的 網頁上的JQuery的效果 但是 把它用在簡報裡面 這效果也還不錯 所以 你看到這麼多 你會不會在堅守 一定要用 PowerPoint 不一定對不對 當然 其實像這個 Freddy 我早期也是用 也用Freddy 它這個呢 如果以我們免費的來講 就是說 免費來講的話 您有 那個學校的信箱 其實 它有免費的帳號可以用 它現在 開放就是 學術的 有免費而已 那您可以進到我的部落格 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從這邊點進來 也可以 或是從這邊 我有一個 創意簡報區 那這裡面呢 我比較早之前 我都用Preddy 然後後來呢 這幾年 大部分都用FocusSky 比較多 所以 您從這邊 點進去 就可以大致上看到 因為它算是比較早 比較早 把 所謂的這種 新制度概念 呈現 用比較視覺化方式 做得比較好的 它並不是第一個 好它並不是第一個 但是呢 它是把它打響知名度的那一個 所以您也可以看一下 用這樣的方式 在這邊 一樣的 上一頁下一頁 有沒有 那您要看影片 這邊有影片 等一下可以點進去 有沒有都一樣的呈現方法 嘿 那我們在這裡呢 像這樣子 你也可以自行 自己去選擇 好自己選擇 你想要看哪一個 所以這個Preddy 其實我也還蠻喜歡的 只是呢 我們在 各位我們的這個 學術網絡 網絡裡面 它有個小缺點就是 因為它是國外的網站 而且你 不用裝軟體 應該說 它有軟體可以安裝 可是那是付費版 那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用什麼 雲端版 那這樣的話在連線速度上 相對比較慢一點點 相對比較慢 那我們 FocusGuy呢 它的好處就是 它軟體是先裝在電腦裡面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 只有那些範本的資料 還有它給你的圖庫啦 那些東西 來自網絡上 所以相對來說 各位在操作上 就會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 主要要跟各位介紹的 那各位呢 你的軟體 應該 應該都已經裝好了 您可以看一下您的桌面上 在這邊 應該會有一個 Focus在這個 這個圖示 您可以先試著把它打開 那不好意思 因為 它更新都蠻快的 不小心又有新版本 差一點點 沒關係 但是呢 您打開之後 應該會長得像這樣 好吧 我想畫面先還給您 您先檢查一下 看看您的這個電腦裡面 有沒有安裝到這個軟體 還有